近日,一则用遥控无人机钓鱼的视频风靡网络 视频中有人用无人机将鱼线和鱼饵送到距离岸边几百米远的鱼群聚集地 在鱼饵钩沟后,岸边的钓手奋力将大鱼成功拉上沙滩 这一切被无人机的镜头清楚地记录了下来 人们纷纷感叹科技的进步,让钓大鱼变得越来越简单 其实,钓鱼运动起源于古代人类的劳动过程,可追溯到几十万年前 中华民族的先人曾经也靠钓鱼为食 考古学家在西安半坡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大量骨质钓钩 传统的钓鱼工具就是用竹竿挂上线绳和鱼钩制成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钓鱼逐渐变成了一种群众体育运动 钓鱼用的鱼具也在不断改善 人们能钓起的鱼也变得越来越大 2014年10月23日,一位来自加拿大的12岁女孩通过两个小时的不懈努力 成功钓起一条重达280千克的鱼鱼 打破了用钓杆钓大鱼的世界记录 英国生物学家杰里米酷爱钓大鱼 他怀游世界,用自己丰富的生物学知识 在世界各大带水流域频频捕获大鱼 创立多项钓大鱼吉尼斯世界记录 但是,很多有过钓鱼经历的人总是会疑问 为什么在同样一块水域 有些人能够不断钓上鱼来满载而归 可自己无论怎么努力就是不见鱼的影子 甚至眼看着咬钩的大鱼,挣扎着脱钩而逃 抛开钓鱼技巧 这钓鱼的鱼具对成功钓鱼是否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呢 本期节目,王楠将深入鱼具制作工厂 亲身体验鱼竿的生产制造过程 探究鱼竿的力学原理 并尝试使用不同的材料制作鱼竿 最终挑战湖中钓大鱼的任务 他是否能够找到最适合的鱼竿钓起大鱼呢 精彩马上开始 帮忙帮忙,快快快快 说起钓大鱼,人们用到的方法可谓各不相同 国外甚至有人用自己的手作诱饵 徒手将大鱼钓起来 然而更多的,当然是用鱼竿将大鱼钓上来 鱼获的喜悦让王楠也冻了起来 他来到一片常有大鱼上钩的池塘 向自己亲手钓一条大鱼上来 今天天真够热 你看看这么多人钓鱼 这块绝对是个钓鱼的好地方 今天中午,说向老师 我就让你吃上我钓的鱼 就在这,开始 让你们见识见识 看我这个端页的动作 帅了 走 盯着炎炎烈日 王楠开始钓起了大鱼 在池塘边站了十几分钟 王楠等的有点不耐烦了 为什么迟迟没有鱼上钩呢 这么大 怎么别人都能钓上来 我这么半天了一个都钓不上 师傅,这鱼得有多尘啊 这个,四斤半到五斤吧 这么大的鱼才四斤半啊 四斤半到五斤,不太大 这鱼不算大 没有里面的一条大 您这可以,您都钓这么多大鱼了 没有,这个大鱼要靠手 靠手啊 就是 那得,我继续守着去吧 几乎了 得 师傅,您没事 您这个跑就跑了吧 这个没关系 您有这个技术,一会还能钓上来 那边上 这边住了 这个又上 王楠继续钓鱼 这一次,为了能够让大鱼上钩 王楠在池塘边频频换位置 可是眼看着别人那里不断有鱼钓起来 自己这边却迟迟没有鱼上钩 这可急坏了王楠 我去你的试试 好 太好了 我用自己的 不用您的 有大鱼 好 我跟你说 我去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有 他正好走了 我借他这好地方试试吧 来吧 诶,掉人来了 爹 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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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了 这一次王南抛出的鱼儿终于有鱼咬沟 可是自己与奋力挣扎的鱼儿相驰了一段时间 竟然在关键时刻被鱼儿大力将鱼竿拉断了 王南认为自己使用的塑料材质的鱼竿不够结实 在与水中大鱼较劲的时候很容易折断 看来想要钓起重量力量都很大的大鱼 就必须找一根材质更结实拉不断的鱼竿才行 这样的鱼竿到哪里去寻找呢 现如今大部分鱼竿为了方便钓鱼者携带 往往都做成了一节套一节的套筒样式 想要钓起大鱼首先就要保证鱼竿每一节肝筒的强度 在鱼竿生产工厂 王南说明了来意 想做一根拉不断的鱼竿来钓大鱼 所以我们可以用玻璃纤维做一根 咱这有吗 咱现在我们做玻璃纤维的 但是这个鱼竿可以开一根拉 那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先做一根 三条看个材料 这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鱼竿的鱼竿 这个就是鱼竿的鱼竿 工程师为他推荐了玻璃纤维材料制作鱼竿 那么什么是玻璃纤维呢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玻璃纤维生产国 每年的出口量大概占了全世界的70%左右 在这我就准备了一块玻璃纤维布 这玻璃纤维布凭视觉凭手感 怎么看都像是一个咱们平常常用的纱布 那究竟玻璃纤维布是怎么来的呢 咱们通过模型来看一下 在这儿呢 我准备了一个玻璃纤维生产流程的一个简易的小工厂 首先啊 在这个环节 有一个这个红色的区域代表的是一个大炉子 这个大炉子能提供源源不断的热能 这个漏斗型的这个东西是一个熔炉 这个热能呢可以通过这个管子传到这个熔炉上 对熔炉进行加热 玻璃纤维 玻璃纤维 它主要的原材料就是玻璃 现在我们常用的工艺呢 是把这个玻璃啊给碾碎碾成渣 然后再混上一些化学添加剂 我们先把这个玻璃的小碎渣倒到这个熔炉里面 好 到一定的小碎渣进去以后呢 这个炉子开动进行加热 把这个玻璃珠种 很快的把它变成玻璃的溶液 但是我们要得到的是玻璃纤维 不是玻璃溶液 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纤维丝呢 这我设置了一个标尺 有了这个标尺以后 可以把这个标尺理解为一个轨道 有了这个轨道以后呢 这个熔炉啊就可以上下的移动 上下移动有什么好事呢 在这儿咱们先做一个小实验 首先啊 咱们都知道这个玻璃珠在这里面已经被融化成溶液了 我用这个蓝色的液体 粘稠状的蓝色液体代表的就是玻璃的溶液 底下这个烧杯我们把它接着 我们把这个玻璃融液还倒 仔细观察这个水柱的变化 在出口的位置 在出口的位置 这个水柱离出口越近 水柱的这个直径会越粗 随着这个高度的抬高 它离出口的距离越来越远 大家看这个位置 那我手指的这个位置 能看镜头能看见吗 在这个位置 其实这个丝啊已经非常细了 相较于出口这块已经非常细了 所以当我控制这个杯子的高度的时候 就可以对它这个丝的粗细进行控制 也就是利用这个原理 所以啊在这个漏斗下面 在熔炉下面 设置了很多的小出口 当这个玻璃融液达到一定的这个粘稠度以后呢 这个小出口就会打开 这个融液从漏斗里面漏出来以后啊 很快就冷却了 在底下我们有一个容器 可以把冷却下来的玻璃纤维收集起来 我们就得到了这个玻璃纤维丝 然后呢我们把玻璃纤维丝卷到这个卷轴上 我们就得到了整卷的玻璃纤维丝 在这就完成了第一个步骤 原丝的获得 然后拿着我们盛卷的玻璃纤维丝 来到第二个工序 织布 我们把这个盛卷的纤维丝固定在它相应的横竖 固定在相应的位置 然后呢把这个放到织布机里面 织布机就开始运作 完了以后 很快的我们就得到了玻璃纤维布 玻璃纤维布就是这么来的 这一次王楠就打算用韧性极佳的玻璃纤维材料制作一根鱼干 可是该怎样将这些大块的玻璃纤维布制作成鱼干呢 这做鱼干的第一步 是将大块的玻璃纤维布 按照图纸裁切成小块 然后再卷成筒状 最后将干筒按照粗细逐一连接制作出鱼干的 徐光明看你这个裁出的这个怎么上面这么窄下的这种宽呢 可是王楠在裁切中发现 这一块块裁切好的纤维布都是竖长的梯形 而不是一鱼卷成细长圆筒的正规长方形 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平时常用的鱼干 一般都是由大到小 一节套一节组装完成的 鱼干在制作的过程中 每一节并不是从头到尾粗细均匀的 制作鱼干的时候 会使用梯形的纤维布进行制作 这样卷出来的鱼干 才能做到一头大一头小 挥干的时候 较细的一节的尾部 会自动卡在较粗的一节的前端 从而让鱼干挥出的时候 较细的一节不从较粗的一节中飞出 原来梯形的布料才能卷出鱼干需要的一头大一头小的锥形干筒 明白了这一原理 往南尝试将这薄薄的玻璃纤维卷成干筒 这就是我所有锅里鲜的材料 我这根整个的干就这么高 我现在就要把它卷成干筒 成型 师傅您看啊 我现在想把这些就是这些一片一片的鱼鲜 给它卷成成型的干 您能帮忙吗 可以 我们拿在这个锅子以后按照这个1234 打这个十维边 把它粘了 嗯 它就是有时候要挥发的 它就是要挥发的 这是什么呀 运刀 运刀 是的 又粘上了哈这样 我把它烫了以后 就是 现在如今鱼竿根据鞋带需要 会有不同的干筒尺寸 在鱼竿生产线上 每一个尺寸的干筒 都有一个与支箱对应的金属模具 卷筒时 将纤维部一边粘到模具上 卷筒机会压住模具 并且带动模具转动 这样纤维部就可以卷到金属模具上了 这些鱼竿 这是这个麻烦 加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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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它跟它一样 不是一样 哦 配合一样 对 它换的这个 它换的这个鱼竿 这个大小 正好和这个干的大小 能在一块的 能放进去 再加一个 现在很熟悉 加筒 一块 加筒 再加筒 高筒 会不会有点 切断 切断 它 猪肉 很容易 干湿 为了让纤维布牢牢的贴合模具 还需要在卷好纤维布的模具外 再缠一层透明的塑料胶带 刚才那一大卷的玻璃纤维布 我经过给它裁剪 而且跟模具连接在一块 经过刚才那个机卷筒 在这塑风 据师傅说 一会儿我把它放进烤箱里 结果烤着它的胶就挂了 这样成为一次成型的一个杆桶 现在看好像就已经出型了 走吧 给它放到烤箱里 师傅 您能帮我把这五个杆里烤 烤一下 行 行 这个是低筋 这是最粗的 低筋是小瓦筋 这是四号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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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四号筋 这是三号筋 这都挂在一块 对 这是二号筋 这样块 这是最细的 这是一号筋 一号筋 这就可以了是吧 再加坨 把它加坨 为什么要加上它呢 因为防止它摆动 这个里面有风机 容易摆动容易有弯曲 实际长大容易有弯曲 为了保证它不弯是吧 对 保证一定的直度 别的不会 因为它是最细的 最细的 对对对对 它是一号筋 那咱这都准备好了 就可以开着烤了 可以开着烤了 像这样 可以 这样 这个大概得烤不上时间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师傅咱开始吧 行 就爱你姐姐 现在开始了 等两个小时 对 在老师傅的帮助下 王楠将自己已经制作完成的 产有胶带的干筒 挂到了烤箱中 干筒即将在烤箱中 经受200多度的高温 烤制两个小时 才能最终定型 这烤箱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柔软的玻璃纤维布 是怎样变成坚硬的鱼干的呢 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黑色东西 就是王楠在现场 做鱼干的时候 用的玻璃纤维布 大家仔细看 这个玻璃纤维布表层 有一层亮亮的喷涂的材料 这个东西就是树纸涂层 王楠在制作鱼干的时候 需要把这个卷成一个相应的形状 然后放到烤箱里 进行高温的烘烤 在烘烤的时候 上面这层树纸涂层 就会融化 然后渗透到这个玻璃纤维的 这个缝隙里头 那这个树纸渗透到玻璃纤维 缝隙里面会产生怎么样的效果呢 咱们在实验工厂 没有一个高温的环境 但是咱们有树纸 咱们也有玻璃纤维 这个树纸 就是我们市场上很好买到的 在化工商店都能够买到的 一个普通的树纸 然后还有相应的固化剂和促进剂 在这儿我们就做一个实验 看看树纸融到了这个玻璃纤维布里面 以后会发生怎么样的情况 怎么呢 先把玻璃纤维布 搅成一个怎么需要的大小 好 第二块 以后我们就把胶刷在 树纸胶刷在这个位置 先把这个放一边 放一边 然后呢 进行我最喜欢的环节 树纸的调配 在这儿我已经准备好了 200毫升的树纸胶 然后我们首先把促进剂 调好一个合适的比例 200毫升薯酱 6毫升的促进剂 搅拌均匀 接下来的步骤会产生很多有害的气质 我们需要把口罩带上 然后再加入固化剂 很快的就搅拌 这个时候在里面盐开始反应了 所以我们得尽快的把树纸涂在 玻璃纤维布上 先搅拌均匀的涂抹 然后这边均匀的涂抹 让这个树纸渗透到玻璃纤维的涂层里面 现在树纸已经很均匀的涂抹给它了 我们把它放在一边 静静静静静静的等待10分钟 把这个味儿看看 现在已经过了10分钟了 咱们来看一下玻璃纤维里面加上调配好的树纸胶以后 变成了什么样子 咱们看看原来的玻璃纤维布 是这么的柔软 然后再看我们刷过树脂胶的地方 听声音啊 很坚硬了 这个强度获得了大大的提升 咱们把这个涂好树脂胶的玻璃纤维布 咱们架到两个板子中架 看看它的强度提升了多少 没刷树脂胶我觉得咱们不用试验了 咱们就试这一块了 刷过了 咱们找一个重物 比如说这个小车 来模拟一下重物 看一下它的反应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玻璃纤维织布 当刷了树脂胶了以后 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薄 但是足够结实的一个板子了 要知道王楠做鱼杆的时候 可不是一块板子 王楠做的时候 可是一个桶形的鱼杆的结构 所以这会让王楠的鱼杆 在制作出来以后变得更加结实 玻璃纤维跟树脂 就像是在混凝土里面 加了钢筋棍一样 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支撑 这也就是为什么 玻璃纤维的鱼杆在做好了以后 需要放到烤箱里面烘烤的原因 它需要跟树脂充分的结合起来 原来玻璃纤维布在出厂时 都覆盖有一层树脂胶 烤箱加热时 树脂胶融化到塑形的玻璃纤维中 等到温度降低 树脂胶再度凝结 将玻璃纤维按照新的桶装固定 吊干桶也就成型了 和生放根 这个途端都 炒完以后应该做下一立功作 我觉得拖鞋把它拖出来 哦 你把这个骨具给放出来 先好骨款 夹款 那这是骨款 这一类的 这款 不能大 不能小 不好骨子就行 你看 师傅这不是什么 可以 你可以骨着骨 你的脚 像这样 你把脚踩在上面 随便拿一个 把这个很高 对住我的一踩 慢慢地踩 踩下去 对 用点 好 竹脚 经过这个机器以后 它夹住了模具 把这个铁筋从里头抽出来 我得到了一个非常坚硬 非常坚硬的东西心位置 而且非常轻 非常轻 哎呀 我感觉我驴肩就要做成了 这些杆筒 在经过裁切 脱胶 定规等工序后 一节节粗细不一的杆筒 就制作好了 最后 到了组装整只鱼竿的环节了 杆准备好了 我要把这个筷线粘在头上 把这个泡口送综上 你的杆就能掉入锅 好 我把这好绿色 好我 好 我感谢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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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做的玻璃纤维的干 有做什么 看看它到底能不能钓得大 王楠的新的玻璃纤维鱼干 制作完毕了 接下来 他准备找个鱼池 在真实环境中 测试一下自己的新玻璃纤维鱼干 这次他能成功钓到大鱼吗 我的玻璃纤维干已经做完了 我先不到野外去钓 我找了一个鱼池 你们看大吗 在这儿我要完成它的处理钓 在鱼具生产工厂里 有四个长风形的大鱼池 里面养了各种各样的淡水鱼 这四个鱼池是专门用来实地测试鱼具性能的 王楠挑选了一个鱼池 想在这里测试一下自己的玻璃纤维鱼干 是否能够钓上大鱼来 头顶炎炎烈日 王楠开始抛尔钓鱼 尝试了几次之后 果然有鱼要勾来 这一次王楠和水中的鱼饵陷入了僵持 玻璃纤维鱼根制裁非常坚韧 并没有出现折断的情况 可令王楠郁闷的是 无论自己怎么努力 就是无法将水中的鱼饵拉上岸 这是为什么呢 鱼咬钩了以后 需要在第一时间将鱼牵制岸边 这个时候鱼在水中挣扎力度是很大的 如果鱼竿的刚性较好 人的手臂对鱼竿施加的力量的损耗就比较小 人只需要较小的动作幅度 就可以把鱼牵制岸边 让鱼没有力气逃脱 而如果鱼竿的刚性较弱 鱼竿在空中发生了明显的弯曲 钓鱼者即便是动作弧度很大 也会发现使不上劲 在这个时候鱼就有可能逃走 原来这次王楠还是钓不上大鱼的原因 与玻璃纤维这个材料的特性有关 玻璃纤维材料韧度极佳 确实不容易折断 但是却非常容易弯曲 在这样的情况下 很难将水中的鱼儿快速拉上岸 这给了鱼儿脱钩逃跑的可能 看来想要钓大鱼 光是鱼竿结实还不够 还需要鱼竿的弯曲度小 才能获得最大的拉力 将大鱼钓上岸 可是这样的鱼竿又如何得到呢 在鱼具工厂 王楠又将难题抛给了工程师 工程师建议王楠尝试一下 使用碳纤维布来制作出 既结实弯曲度又小的鱼竿 这碳纤维布又是一种怎样的材料呢 这个就是王楠制作鱼竿 所用的碳纤维材料的原片 这个材料虽然很薄 但是非常的强韧 碳纤维这个材料 碳纤维碳纤维 它从哪来的呢 我这有一块碳 碳纤维可不是从碳里面来的 跟碳没什么关系 它主要是从石油 石油里面有一种材料 叫做聚饼吸精 从那个里面 我们可以得到一种纤维 就像玻璃纤维的制造工艺一样 就可以得到像这样的纤维 但是这个材料 第一颜色是白的 第二呢 它非常的软 它跟这个很强韧的碳纤维材料 是完全两个东西 那它是怎么变成这样的呢 咱们通过模型来看一下 这个模型所呈现的就是 碳纤维整个这个材料的 生产工艺的流程 首先啊 这个聚饼吸精的这个纤维丝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分子结构 它的分子结构 是这样的 我们不管它里面的原子是什么 反正它的结构是非常的 非常的松散 就像它现在的这个造型一样 非常的松散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要对它进行第一步的处理 叫氧化炉 在这儿啊 我们把这个白色的纤维丝 放到氧化炉里面 在氧化炉里面呢 会产生一个200到300摄氏度的高温 对这个纤维丝进行加热 纤维在这里面受到氧化以后啊 这个颜色就会发生变化 就像现在这样 我来看一下 最开始是白色的 然后呢 由白色变黄 由黄色呢 改为褐色 再由褐色变成深褐色 甚至发黑的颜色 这个时候 外形变化 颜色发生了变化 它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现在的结构得到了两个氧原自由 它结构是这样的 相较于之前来说 之前结构非常的松散 而这个呢 它成了一个六边形 它底下都封闭了 它整个这个结构更像是一个我们常说的风潮 我们都知道风潮是非常结实的 它现在这个结构也比原来结实了很多 但是还没有完 虽然颜色很深了 但是还没有完 我们得到了一个颜色比较深的纤维丝了以后 我们再来到第二个步骤 碳化炉 在这呢 因为有了氧化炉的基础 碳纤维丝就可以被加热到1000到甚至3000摄氏度的高温 而不伤害这个碳纤维丝 我们把这个温度升高了以后 在这里面 这个 碳纤维丝在这就变得趋黑发亮 整个分子结构也发生了质的变化 由于原来的 这样 已经变得比较结实了 然后呢 逐渐的变成了像现在这样 结晶的结构 这个东西啊 更像是 我们身上穿的盔甲 非常的强韧 非常的结实 之间的拉力很足 我们想一下啊 碳纤维丝 每一根碳纤维丝上面的所有的分子 都是沿着这个碳纤维丝这样去排布的 也就是说 它就已经构成了一个管状的这种结晶体的结构 那么这每一根碳纤维丝都是非常的强韧 最终通过第二个步骤 碳化的步骤 我们就得到了像这样的碳纤维丝 你看这个碳纤维丝已经非常的结实了 而且很有光泽 但是还没完 这个完了以后呢 我们要进行第三个步骤 水洗 这个水洗可不是一般的纯净水在里面泡一泡 给它洗干净啊 这个水洗这个水啊 具有一定的腐蚀力 它呢能够把碳纤维丝表面 给它腐蚀出来一个一个的小坑 就像这个图示上画的这样 给它腐蚀出来一个一个小坑 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是像玻璃纤维那样 它在后期跟树纸进行贴合的时候 树纸在上面有一个很好的附着力 就像咱们刷墙之前 要先把墙给打毛一样 最终就得到了咱们王楠真正做鱼竿 所用的这个材料 这个整个这一大串 就是碳纤维材料的生产工艺 原来碳纤维是一种如此神奇的材料 使用它制作出来的吊杆 会具有怎样的性能呢 王楠马上投入到制作当中 可刚一开始 他就遇到了麻烦 我发现一个问题 你们看啊 这个上面有纹路的 它跟那个玻璃纤维是不一样的 它有这样的纹路 那我这张 这张碳纤维是这么用的 还是这么用的 王楠发现 这一张碳纤维布 跟之前的玻璃纤维布 有着很大区别 玻璃纤维布 纹理是横纵交织的 可这一块碳纤维布 却只有一个方向的纵纹 这该如何裁切呢 为了得到既坚韧又不弯曲的鱼竿 我已经裁好碳纤维布了 这样你看啊 一个干体 我做成是两个红纹 贴在一块的地方 另外一个 一个是红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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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在一块 我看看这两个干体 做完以后 哪个更结实 哪个都适合掉 为了得到既坚韧 又不弯曲的鱼竿 王楠准备分别用碳纤维布 制作两根干筒 一根全部使用平行纵纹的 两层碳纤维布制作 另一根使用纹路纵横交错的 两层碳纤维布制作 他想知道 哪种纹理组合的碳纤维布 制作出的干筒 能够既坚韧又不异弯曲 这两个不同纹 不同纹路的干体 我们做完了 剩下的就是进烤箱 一个横纵弯的 一边够活了 我这两根做了标记的探线尾管已经拨摸成功了 一个横管的一个纵管的 颠着好像真的比玻璃杆要轻 但是它这两根哪个更结实呢 我要做个实验 我现在手里拿的就是王楠制作的两根鱼杆 这一根是单向纹编织的 这一根是横竖交错的 我们来做一个破坏性的实验 在这我准备了一个5000克重的一个铁饼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两个鱼杆在承受这个重量的时候 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 首先是王楠这个单向纹的 我来看一下 慢慢给它松开 三二一 瞬间就断了 瞬间就断了 它因为是单向编织的 所以它这个都是朝一个方向崩开了 好像没有这么强的一个承重能力 我们再试一下这个交叉编织的 感觉没事很稳 三二一 非常的稳定 非常稳定 甚至我再往底下施加一个力量 也是没问题的 我往下施加 这样看吧 它这个鱼杆会在原地弹 但是并没有一个要折断的一个趋势 所以这个十字编织的还是非常结实的 那为什么单向纹的没有十字编织的结实呢 我们把这儿收拾一会儿 首先咱们看咱们之前断了的鱼杆 它的结构是单向排列的 所有的碳纤维丝 成数的碳纤维丝全是像这样排列的 所以这个鱼杆这样使劲是没有问题的 它的强度非常高 但是如果一旦从这边开始使劲 它很容易就会发生一个凹陷 因为它这一圈没有支撑 怎么解决呢 编织碳布 编织碳布什么意思啊 我们把这个铺平 所有的纹路都是垂直于咱们镜头排列的 然后呢 我们再找出来一块碳布 这两个碳布之间是垂直的 这样排布的 所以上下一合并了以后 就变成了一个垂直交叉的关系 这个时候我们再把它进行塑形 这样的话 这个碳纤维杆 新的碳纤维杆 在横向上有个非常强大的支撑 在纵向上 里面这一层碳布其实也就弥补了纵向 这个碳纤维杆的不足 这个方向也会变得非常的结实 这也就是为什么 编织碳布做出来的鱼杆 会更结实的原因 最终 王楠决定使用纵横交错纹路组合的碳纤维布 来制成既坚韧又不容易弯曲的新碳纤维钓杆 但是王楠又面临着新的问题 市场上售卖的鱼杆 杆筒结束从五节到九节 甚至十节的都有 王楠该制作一个几节的鱼杆 杆筒结束多少 是否会影响到钓鱼的效果呢 了解了王楠的疑惑后 鱼居工厂的工程师找来了一个架子 在架子上分别固定了两支碳纤维鱼杆 这两支鱼杆同样是四米五的长度 但是一支有五节干筒 另一支却有着八节干筒 王楠想知道 如果钓起同一重量的物体 不同干筒结束的两支鱼杆 会有什么不同的表现呢 这一次给两支鱼杆挂上 相同重量的两百克砝码后 八节干筒的鱼杆 很明显弯曲度要大于五节干筒的鱼杆 这是为什么呢 八节干比五节干弯曲的幅度大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每两节鱼杆之间 并不是粘连固定的 而是存在一定间隙 这样就会有一个晃动的空间 二是每相邻的两根鱼杆 在直径上都会有一个缩近 八节干因为结束多 所以相对来说越往后越细 而五节干变化相对较小 到后半程 依然保持着不错的刚性强度 在了解了碳纤维材料的特性 以及鱼杆的结构特点后 王南最终打算使用多层纵横交错纹路组合的碳纤维布 制作一根五节的复合碳纤维鱼杆 用它来继续挑战钓大鱼 王南的这根复合碳纤维鱼杆在钓鱼性能上 比之前的玻璃纤维鱼杆究竟有没有提升呢 在去野外钓大鱼之前 王南准备先到鱼池里试钓一次 这复合碳纤维鱼杆是否真的比玻璃纤维鱼杆更容易 一江鱼拉上来呢 我拿着我做的碳纤维根 我又回到这个场地了 我跟你们说 我要一雪前耻 在这我要把鱼钓上来 起了 来来 有了 有了 我这都吃了 起来 好 准备好鱼线和鱼钩 王南使用复合碳纤维鱼杆 开始尝试钓鱼 这一次 没过多久 就有鱼儿上钩来 去 你去一边去 我这费半天就钓上来的 你过来了 看见了吗 我王南也能钓上鱼来 看来啊 我这根根非常不错 我就用它去钓一小大鱼 这一次 看我画龙点睛完成我的艺术 这根腐蛇它因为钓鱼我已经牵上鱼了 我要带着它到野外给你们钓桃大鱼 王南正式出发 准备钓大鱼 可是这有大鱼的野外水域又到哪里去找呢 通过不断打听 王南来到了一处景观池塘 据说 今年的一场大鱼将上游一个鱼塘冲毁了 很多大鱼被冲到了这个池塘里 王南在这里使用新的复合碳纤维钓杆 能够成功钓上大鱼吗 看啊 我这鱼身已经换好了 我先 弄而打 不放在钩上 先扔进去 我这个专业术语叫打沃子 把池塘里的所有鱼引到我这 我再开始钓 这些鱼就上钩了 选好位置 准备好鱼具 王南开始了钓鱼 但是 跟获好鱼儿 王南就掐了几块下来 扔进了面前的池塘中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说到打沃子啊 就不得不提到咱们平常河里面的两种鱼类 一种是绿式鱼 一种是掠式鱼 咱们先说掠式鱼 掠式鱼顾名思义就是掠夺 它平常跟着小鱼到处跑 吃肉的这种鱼 就比如说我们平常常说的黑鱼 鲁鱼 这些都是典型的掠式鱼 这个掠式鱼平常呢 就是追着小鱼跑 然后运动量非常大 所以它这个鱼的体型一般都会比较小 我们来看一下身体里面的结构 你看它有一个很大的胃 鱼吃进去以后肠壁很短 然后它不断地运动 身体就大概是这样 王楠想要钓的鱼啊 都是绿式性的鱼 绿式性的鱼比较大 它呢从外观上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 就是它的头特别大 它的头大概占了身体的三分之一 我们平常所说的青草莲庸 这些大头鱼都是绿式性的鱼 绿式性的鱼有个显著特点 就是它平常会不断地张嘴 呼吸这个腮会一开一合这样 保持一个这样的状态 它把这个水吸进去以后呢 同时这个食物就吸到了嘴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它嘴里发生了什么 这个呀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腮 这个腮呢有一个特殊的结构 叫做腮耙 像一个耙子一样 平常拦在嘴里面 它不断地吸水以后 这个食物 食物就被腮耙 挡在了外面 当这个食物不断地积累以后呢 这个鱼就会到一定程度以后 就会把腮耙放开 这个食物就进入了它的肠胃里头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鱼的肠胃啊 这个鱼的肠胃 相较于之前那个略式性的鱼 这个肠胃非常的长 食物在里面游走的过程中 会充分地吸收消化 从而这个鱼会变得很胖 王楠呢也就是利用了这个 绿式性鱼这样的一个特点 它呀往这个水池里面大量的撒这种耳料 这个绿式性的鱼因为会不断地吸水 所以它可能会把这个耳料里面 王楠藏的这个鱼沟吸到嘴里面 这也就是为什么王楠要在钓鱼之前 打窝子的原因 原来王楠往水里扔鱼尔 是为了快速将水中的鱼尔引诱过来 这样再下钩就会更容易钓上鱼来 可这打窝子的效果究竟怎么样呢 会不会有大鱼上钩呢 中了 中了 果然在打完窝子的水里钓鱼 很快就有鱼上钩了 而且确实一条大鱼 这一次王楠能够将这条大鱼钓上岸来吗 帮忙 快 快 可以 可以 可以吧 我说我能钓上大鱼来吧 你还不信 还不信 看看 这个鱼不小吧 但是 我跟你说 今天不能让你吃它 我觉得啊 钓鱼是种乐趣 鱼钓上来了就可以了 我给它放上 这一次 王楠使用复合碳纤维鱼钢 成功将一条三千克重的大鱼钓上了岸 看来 复合碳纤维鱼钢不仅坚韧不易折断 而且不容易弯曲 拉力更大 非常适合用来钓大鱼 看来 钓鱼者不仅要掌握钓鱼技巧 准备好香香的钓耳 选择合适的钓点 了解鱼的品种及习性 还要知道 选择使用合适的钓具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成功钓起大鱼的梦想 本期节目 王楠深入鱼具制作工厂 亲身体验鱼钢的生产过程 他尝试使用玻璃纤维和碳纤维等不同的材料 制作鱼钢 发现玻璃纤维制作的鱼钢 韧度好不容易断 但是非常容易弯曲 这样会使钓鱼时的拉力变小 鱼儿不容易钓起 而使用多层碳纤维制作的鱼钢 既强韧又不容易弯曲 是很好的钓大鱼的工具 王楠还探究了不同结束鱼钢的力学原理 最终使用复合碳纤维鱼钢成功将大鱼钓上岸 钓鱼起源于古代人们的劳动过程 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随着科技的进步 鱼具也在经历着不断的发展和创新 越来越多的新型材料和技术 被应用到鱼具上 让我们更加享受到钓鱼休闲运动的快乐 如今更加大型化 现代化的远洋捕捞渔船 早已代替了传统的钓鱼捕鱼方式 人们正在用智慧 可持续地跟大自然换取劳动果实 无论如何都不要忘记 要感谢和保护大自然 对人们无私的馈赠